欸 木蘭哥 真的好像又掉一年的記憶耶 這太扯了吧 我覺得是真的 你看他今天還跟阿澤打招呼 發生這麼多事情 他怎麼還要練聚在這地方啊 後來發生什麼事啊 就木蘭哥住院啊 聽說他死皮賴臉的手在旁邊 結果被綠子姐打了一頓 整個超慘的 這種喜歡 已經超過正常範圍了吧 你以為咧 要不是說什麼呢 立子姐 沒事幹就趕緊回家 兩個大男人跟我小姑娘一樣在這兒講事唄 是 木蘭哥 生日快樂 他 柑橘 什麼味道 柑橘味 這個呢 這個是你的味道 這個是你的味道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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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应该基础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医生见你去点以前去过的地方 熟悉的场景 对恢复记忆力有一定的帮助 喂 起来啊 这是我爸的大弟子 也能算是我半个挚友吧 他刚跟女朋友分手 正好啊 房间空出来已经 我能问几位是半个 你别看他这么二 他鼻子可灵了 没准啊能帮你点 你别忙 我睡觉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房间 好 好吧 那你不要 Gurlani 我自己不想问 你不想问他 我跟我许我 太好了 是 我今天不知道 吃药 你不想问他 你不想问他 你啊 有你不想问他 那是想问他 你们想问他 我一定说是想问他 你不想问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然 这个事其实 什么意思 故意让我难堪是吧 我还听我说 你说什么 这难道不是你照的 你才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知道 我觉得恶心 我了解了 既然这样 那就在这里结束吧 我还听我说